想要以辅助之躯比肩C位 用超强的收割能力主宰比赛吗 想要掌握斩杀的终极奥义 成为独树一帜的辅助绝活哥吗 不要错过今天的技巧教学 让你的派克秒变深寒鬼影 常规对局中 派克建议选择以下这套符纹出装 兼顾伤害与生存 若敌方威胁较小 可以将主动装备附魔为圆形腰带 增加自身灵活性 而若对方阵中以物理伤害为主 则可在最后将辅助装备替换成死亡之物 提高生存能力 对限期 派克在搭配一些强制射手时 拥有很强的二致力 我们可以快速清理兵线 随后藏身草丛蓄力一技能 只要命中 就可以配合射手打掉敌人巨额血量 此时敌人若是不回城 我们再寻找机会 使用一闪三连招 先用一技能蓄力 紧接着闪现出手 拉回放松警惕的敌人 同时向后使用三技能 衔接后续控制 配合队友即可轻松完成击杀 来到游戏后期 派克打团要有耐心 还战初期以骚扰为主 等敌人的血量被压制斩杀线后 则可以使用三四连招 先释放三技能 寻找角度 拉近距离 然后衔接大招斩杀残血敌人 此时被大招改变位置的我们 就会扩大三技能的控制范围 做到收割的同时 打出群体控制 这时队友再度跟上 打出伤害 我们就可以进入 最爽的连展环节了 好了 本期派克的进化秘籍 就讲述到这里了 下期大家还想了解 哪位英雄呢 快来评论区告诉我吧